印军高级退役将领要求采购F35对抗歼20 然而为何印网友却不屑一顾 阵风战机真能碾压歼20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妞 印空军退役元帅乔普拉 最近在接受印媒采访时明确表示 现在印度空军对付解放军 尤其是对付歼20 完全力不从心 对此印度空军需要更先进的引擎战机 短时间内采购F35 能够快速助力印空军 形成战力对抗解放军空军 尽管现在美国没有向印度提供F35 但新德里的地缘政治利益 正在拉近它与华盛顿的距离 尤其是为了对抗中国 美国积极将印度引入美日印澳四国联盟 F35对于美国 也似乎是一个可以交印的筹码 尤其是在今年 美国军方还将F35战机首次派险至印度本土 参加了航空战和进行了首次飞行表演 乔普拉认为这是对于印度政府的暗示 美国希望印度首先购买F16 F18或F15战机来建立其美性战机体系 另外目前有一个问题 就是印度已经从俄罗斯购买了F400防空系统 当前印度也在助推其国产的隐身机项目AMCA 但是距离列装部队至少还有15年的时间 所以短期内还得指望引进隐形战机 如果美国愿意提供的话 印空军可以购买两个重队的F35A 不过需要考虑的是 印度空军是否已经准备好增加两个F35A重队 维护F35和相关的日常保养 是一项非常昂贵的工作 乔普拉则认为 印度已经是第五大经济体 并将很快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印度将不得不在国防领域投入大量资源 现在俄罗斯提供的战机难以对抗重霸空军 解放军已经列装了超过150架-20战机 巴埃斯坦也引进了200多架骁龙和36架-10C 而印度仍旧在所谓的光辉战机项目上拖沓 对此刻不容缓 必须要向美国采购40架F35A 对此印度官方必须做出决策 不过对于印度高阶军官的警告和呼吁 印度部分网友对此不以为然 有印度网友在Quora发文表示称 印度向法国采购的阵风系战机 完全可以吊打G-20战机 完全没有必要采购其他国家的什么隐形战机 无论是苏-57还是F35 可见这位网友肯定是受到了印度舆论武器的语弄 此前在印军宣布引进阵风战机时 印度国内的宣传机器就全力开动 对阵风战机极尽所能至吹捧夸赞 称阵风虽然是4.5代战机 但是对抗G-20没有任何问题 阵风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并且已经参加了数次实战 证明了其强大战力 例如叙利亚阿富汗战争等 而G-20虽说5代机 但只不过是纸上谈兵 从未进行过任何战争等等 毕竟印度当作冤大头花费92亿美元 从法国购买了36架针风战机 平均每架战机2.4亿美元天价 92亿美元可以订购80多架歼-20 花了这么多钱 引进的却是一款4代半战机 那不可就要使劲吹 吹得越厉害越好 以避免暴露这些战机 根本无法对抗歼-20 甚至是我军的4代半战机的真相 不然就等着被舆论批评的声讨声淹没吧 当然印度空军对于这阵风战机 心里是真的没底 不然印度空军的高层 就不会力推发展国产隐形机项目 更不会意图采购先进的F-35 对抗解放军的歼-20了 实际上印度空军的阵风 算是一款不错的4代半战机 但是要和中国空军歼-20这种五代机兑现 那就是自取其辱了 战时歼-20完全可以在200千米开外 发现并且锁定阵风 使用PL-15超远程空空导弹 对其进行超视距打击 阵风实际上根本没有资格和我军的歼-20碰瓷 更为尴尬的是 阵风与我军同属4代半的歼-11BG 歼-16歼-13相比也丝毫占不到任何的便宜 主要是因为我军的战机有先进的雷达火控航电系统 军能够做到战时先敌发现 先敌开火 先敌命中 可以说就连巴铁装备的骁龙3 都能和阵风打个有来有回的 所以说印度要想指望这么点阵风对抗解放军 无异于躺避挡车 而且印空军高层既希望于F35就更不可能了 鉴于印度采购了这么多的恶习装备 美国是断无可能出售印度F35的 此前土耳其采购S400 被美军强行装置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